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来自于Taylor的这个终端以上的系列 这边是来自于Taylor的514C 这是Taylor的614C 这是Taylor的714C 那么这三款琴呢 我们今天将做一个产品的介绍和音色的对比 那么我们首先看Taylor的514C 它的面板相对于云山的面板会比较深 这个面板采用的是叫Western Sea的西部的红雪松 那么它的背侧板呢 我们如果转过来会看到它也是一种深色的 就是来自于美洲的桃花西木的单板 这个是来自于514C的配置 那么我们的614C的配置的面板采用的是云山的单板 所以说会成浅色 如果我们把这支琴反过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背面呢 是做过烤处理的 熏染处理的这种风目 Maple 也就是它是云山的面板加这个风目的背侧 而且这一支是Andy Power 上手以后的第一支改良的版本 那么这一支呢是来自Taylor的714C 它的面板呢采用的是同样是Spruce云山的单板 但是做成的是叫Sunburst太阳的渐变色 有时候我们又称之为烟草渐变色 那么背侧板呢采用的是印度玫瑰木 India Rosewood 也就是这是一支常规的面板云山 加印度玫瑰木背侧的产品 那么在Taylor的序列里面 从7189呢 它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样的配置 价格越来越贵 除了木材等级有一个变化呢 而且在外形和镶嵌上 也有很多比较多的这种废公式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价值又会越来越贵 那么今天我们要对比呢 就是来自于经典的这个桃花芯木 搭这个红雪松的这种声音 和风木搭云山的声音 还有玫瑰木搭云山的这种声音 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 这三把琴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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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